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峰会啊 当时这个因为称为世界中小型企业的峰会 所以我就充满了信心去 而且提前的去 结果让我挺失望 台上演讲的嘉宾比台下的人多 这个我听了发现 坐在台下的很多人呢也在打瞌睡 因为帮助不太大 帮助不太大 这个我们领导先讲话 专家在讲话 然后学术专家在讲话 讲完以后下面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其实中小型企业想听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听的是我到底怎么能赚钱 别人为什么能成功 我为什么不能成功 所以呢 我就这个讲了以后 当然我就给大会 给APEC组委会提了一个建议 我说我希望在中国举办一场世界中小型企业的峰会 让全世界 全21个APEC的成员体经济体的中小型企业 能够在中国交流 互相在往上往下线下赚钱的方式方法 所以呢 得到了大会的认同 所以明年的网商节 我们将改为这个继世界中小型企业的这个网商大会 所以呢 希望明年大家继续参加 我想阿里巴巴发展到现在 这个所有的网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网商的概念 也深入慢慢慢慢地深入的人心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移动互联网一网打尽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低头足 2015年底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全球网民人数逼近40亿 中国手机网民达7.8亿 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为16.4万亿 增长22.7% 2015年双十一天猫实现交易额912.17亿元 其中无线交易额为626亿元 占比高达68.67%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购物有淘宝 旅游有协程 出行有滴滴 本地消费有美团 郊游有微信 我们成就了无数的互联网大亨 但你希望互联网也成就你吗 如果能让您有机会借助网络 在您玩手机或电脑的同时 玩出一份不错的收入 您想要吗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而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等着你 我自己觉得 光在杭州发展网商不行 光在中国发展网商不行 必须在全世界以内 形成一个世界性的网商 只有这因为 我觉得互联网是全球性的 电子商务必须是全球性才能醒来 所以呢 我觉得我自己这次也这个出任了 这个APEC工商理事会的 这个工作委员会的主席 自在于促进全球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在会上呢 我刚好有机会跟四位首相 坐在一个圆桌上讨论 我跟那个 安倍晋三 昨天刚辞职 前天刚辞职 这个 我话说回来 我那天见到他的时候 我感觉 这个脸色 气色很不好 他这个进来以后 人家都坐好了 他先上厕所 上了很长时间出来 这个头发也很乱 我估计 四星太不得 身体确实很不好 但是他回答问题 回答得非常好 我问了一下 关于中小型企业 在这个马来西亚和日本 这种发展的趋势是怎么样 安倍这个 对日本的中小型企业的整个认识 还是非常深刻 我觉得我很清沛的 马来西亚总理啊 新西兰总理啊 都讲的 都讲得很好 那我觉得呢 这个 明年呢 对中国来讲 我们不希望讲得好 而是做得更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中国的中小型企业 能够那个发展起来 那 接下来我在想 就是说 走遍 我走了很多 这个国家 在中国也走了很多城市 发展到现在 我今天在想 我今天想表达一个什么声音 从网上 四年以前提的概念 四年前我们来了三千把人 到后来第二年人多起来 现在 就说今年有几万人参加网上 网上的群体越来越大 互联网 我在1995年开始从事互联网的时候 别人一开始认为 这互联网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我记得我到工商局去登记一个叫 成立一个叫杭州 internet公司的时候 工商局开始不让我注册 他说这个东西internet这个字不行 因为这个字连字典上都没有 怎么可能注册这家公司呢 所以我第一家公司取的名字叫 杭州海博电脑咨询发展有限公司 但是很奇怪 我是根本不懂电脑 但是我做了一个电脑咨询公司 所以我有时候现在也怀疑那些咨询公司 到底懂不懂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相信你也是一个有梦想 不干预平凡的人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凌云教练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你在玩手机电脑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创业 实现有钱有闲的生活呢 我们已经帮助了很多80后90后 还有50多岁的网王大姐 甚至还有残疾人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买房买车 实现了有钱有闲的生活 如果你也渴望成功 那么请暂停一下 看屏幕上方联系方式 朋友了解不会失去什么 但拒绝了解可能会错失两极 谢谢 但是我坚信互联网会有未来 互联网这个会越来越大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说95年我开始从事互联网 就能想到互联网今天会发展 在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吹牛 我不觉得那时候我们看到互联网 会有这么大的发展 我相信它会发展 所以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说 马云你真有远见 95年就看到了这个样子 99年你阿里巴巴就看到 我告诉大家我根本就没看到 我那时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弄得事情杠杆 对不对 在走着走着越走越大 在大家的努力下 这个新型的技术 在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情况 越来越大以后 就变成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到今天为止 阿里巴巴也一样 八年以前我们只希望建立一个企业的平台 能够帮助无数的进出口的 和内貌的企业在网上进行交易平台 直到今天为止越来越大 甚至到现在为止人家说 阿里巴巴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下一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最近在媒体上看的比较多的时候 阿里巴巴这个几家企业 互相之间这个竞争比较厉害 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越来越大 到底你们想干什么 我是这么看 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 越看越想清楚 越看越明白 越做越兴奋 越做越激动 你从哪儿看呢 在美国 因为我很关注美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我也关注日本的电子商务发展 特别是我做了孙真义这个阮营的董事会以后呢 我就这个有机会了解日本更加透彩一点 跟雅虎合作以后呢 我就关注美国的电子商务发展 日本雅虎在三四年以前的这个 拍卖e-commerce 它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非常是迅速 但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出现了缓慢趋势 我们再看看美国 EV也好 Amazon也好 它的发展趋势前面非常好 到现在也开始了这个这个这个 缓慢的趋势 但是在中国呢 发展的越来越猛烈 而且我自己个人判断 中国的电子商务根本还是刚刚开始 未来五年到十年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高速期 那么为什么我会这么看 我认为美国电子商务和欧洲 特别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发展电子商务 是叫做一个niche market 是个很小的市场 它是一个补充市场 而不是一个主导市场 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诚信体系非常好 支付体系非常好 配送体系也非常好 而且网络意识非常之强 所以一家网络公司要在这样的市场上存活的话 发展起来确实很累 但是呢美国很快很多传统的企业会采用电子商务 所以我那时候判断很早以前 尽管我已经批评了Amazon的模式好多年了 今天呢我还是觉得Amazon当初的模式不好 我跟Jeff Bezos是好朋友 我那个我们两个探讨过 但我觉得如果一传 亚马逊的电子商模式在网上开书店 自己进货自己卖这个模式 我认为是比较土的电子商务 那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思想 要进货自己除成卖 而且在美国能够实现 在中国几乎不能实现 因为我坚信这套程序 这套体系 如果传统企业待用上以后 根本不需要你亚马逊 这是我那时候的判断 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坚持这么认为 所以这一两年 Intel这个亚马逊 在这里面的商业模式做了大量的调整 它已经不仅仅是网上卖书店 它也开始加强了互动 开始引入店 包括往其他方向的发展 那么我尤其是这次 我到了奥拉利亚 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小镇 大家知道我去看一个朋友 二十多年以前 我在西湖边上学英文 认识了一个朋友 四年以前他过世 所以呢我去给他扫墓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 汽车从县尼 跑到那个小镇 到那个小镇那天晚上 我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回来 因为第二天早上我有发言 但是呢我坐了将近这个 换了四个汽车 三个火车 一路这么转过来 两个小时就回来 但是怎么买到这个票呢 一个小镇上查的票 是在这个电脑上面查票 订票查票体系 这个很小的镇买的火车票 由此可疑 跟我当时的判斥 互联网电子商 从最早的人们开始 上面做marketing 从现变成sales channel 变成销售的渠道 逐渐还有一种重要的趋势 走向于服务和系统办公 这基本上是电子商务 这几年要走下的路 在澳大利亚一个小镇上面 使用的那么好的话 难怪澳大利亚的电子商务公司 很难活好 大家都搞一套程序体系 一弄堵起来 所以你看一下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特别是在日本也好 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在网上做 因为它本来的电脑普及量 以及它的基础建设 它的一切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日本 你下了飞机要寄一件东西 到一个再偏远的小镇上 你自己开始坐火车 到那个小镇 那个东西可能已经到那边了 这种配送 物流的体系非常完善 电脑是互联网 真正成为一种优秀的工具 那么因为这样 大批的企业开始使用电子商务 使得日本和美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公司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所以 但是中国形势刚好是一个相反 中国呢 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很好 支付体系也不是很好 物流体系也不怎么样 所以八年以前我坐阿里巴巴的时候 被人一路骂过来 这个是不可能 在中国反正别人也骂不过我 对不对 所以 我也不 说实在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骂 因为我永远坚信这句话 别人 你说的都是对的 别人都认同你了 那还轮得到你吗 你自己要坚信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呢 我 觉得在中国 这个八年以前 西方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你们中国没有信用卡 没有支付 没有物流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怎么可能这种电子商务 所以我自己也很纳闷 实际上这些东西没有 怎么办呢 难道那我又不能哭 而且已经骑在马上了 要我怎么下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来 自己瞎折腾 十几个人 后来搞了几百个人 难道我就把公司给解散了 所以有的时候 骑上马以后 你也得 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称为 瞎 盲人骑瞎虎 一起也就骑下去了 所以呢 就是一路走一路弄以后 突然误出了一个道理 没有 你可以去创建 企业 就要是不能等待社会环境 等待政府去做事情 你必须去努力的全力去做 就像在这次 ABAG的这个会议上面 我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说 我们要大力促进中小型企业 这个是个很重要 但是我这已经听了N多年了 到底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实实在在的政策是什么 所以我们难道等 因为国家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去做很多的努力 永远不能等待环境的建设 所以阿里巴巴觉得呢 我们也说 大家可以看到很奇怪 从B2B开始 我们发现要做好 真正做好企业的B 也必须做好consumer 就是customer 企业的客户 如果没有消费者 这个B business的business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做了consumer 做了consumer以后 发现中国电子商务 纯粹是在信息流 大家信息沟通了 沟通就不行了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做了一个支付 支付体系建起来 支付体系建好以后呢 我们才能建立信息体系 后来支付做好了以后 发现哎呀企业的软件没有 电脑设备不行 那怎么办 再推出软件 然后又发现 收视引擎 中国也不是这么零 当然百度现在很零啊 将来它也会很零 但是我这么觉得 百度也好 Google也好 收视引擎真正要零 还是靠我们的网商 网商是支持 收视引擎发展的动力 如果说没有网商 没有我们这些人愿意付钱的话 收视已经再好 它只是个工具 它今天是个挣钱和赚钱的工具 挣钱的工具和收视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变成建了一个产业链 建了一个生态链 所以今天阿里巴巴来说 我们走到现在 我觉得我想坦诚跟他讲 第一马云并不聪明 阿里巴巴有很多聪明的员工 但总体来讲 阿里巴巴人不算很聪明 但是我们在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觉得我们相信互联网会改变中国 我们坚信电子商务一定会走出未来 阿里巴巴尔巴巴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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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